好 馬上APAC峰會就即將召開了 看到了葉倫有在這邊聲明說 中美的關係 經濟關係是不脫鉤的 希望跟中方建立 確保美國國安 人權 以及雙方公平的一些經濟關係 除此之外 中美的氣候特使 也在本週在加州碰面 包含了科瑞 跟謝振華 他們雙方會在11月4日到7日 在加州會晤 另外除此之外 還有包含農業代表團 也在中國大陸訪問 要推動雙邊的農業關係 博恩斯也是提到了 說希望中美有更多的進展 更多的關係發展 聯邦的檢察官講說 中國大陸試圖影響加州選舉 怎麼會一邊好像在和緩關係 另外一邊又開始在講說 中國大陸在影響加州的選舉呢 說的是哪件事情 他提到的是之前州長紐森的訪華 他們說這個加州是 國家通往亞洲的門戶 中國大陸試圖影響加州的選舉 鎖定個別人等下手 堪稱是來自海外競爭的威脅 可是那時候也是 這個紐森自己去訪問 提到了比亞迪很棒 自己還想要買兩台仰望 不是嗎 怎麼會變成 好像中國大陸要去影響你加州選舉呢 所以你看美國議員 又開始在提出說 中國製的無人機 現在應該要禁購 要打擊大疆 那美國真的是使用一種兩手策略 在這個習拜會之前 一直在用這樣子兩面的手法 一邊好像跟你合環 一邊又在那邊遞上了刀子 那另外我們看看 這個英國正在舉行 這個首屆AI安全高峰會 這個是全球性的一個高峰會 那包含了中國大陸也有參與 那感覺上面是這個蘇納克 也有說他覺得 他這樣的一個決定是對的 邀請中國大陸來是對的 那馬斯克也是提到 因為AI是人類最大的威脅之一 所以他也是很看好中國大陸的加入 那晶片來說的話 因為美國一直不斷在限制 英偉達的這些晶片 賣到中國大陸 可是現在 中國大陸他們自己有一個 光電運算晶片 它在多項的複雜的視覺任務當中 竟然有高達 這個比起這個英偉達的A100的晶片 還提升運算力3000多倍 效能還提升了400多萬倍 所以中國大陸他們自己晶片的技術 不斷的在往前邁進 甚至還有可能超出你這個想像的 這樣的一個速度 我們看這個中國大陸的中科院的院士有提到 他說現在鼓勵青少年投身科技專業 沒有晶片就沒有未來的現代化 所以變成他們現在最著重的 未來數字化跟智慧化的一個發展的重點核心 就是在於這個晶片產業 那再來看看 中國大陸的電動車 也是在車市逆風成長 因為他們現在車市的銷售的成績單出來了 10月份包含了比亞迪 理想 小鵬 還有林跑 以及華為的問介汽車 10月都創下了銷售歷史新高 那理想汽車還賣出了4萬輛 這個位居新勢力的冠軍 年增高達了3倍 那這個比亞迪的新能源車 現在銷量也創新高 直逼特斯拉 那看到他10月份的汽車銷量 一舉突破了30萬輛 達到30.1萬輛 這是歷史新高的紀錄 而且出口也到了3萬輛 也是歷史新高 大增了2.2倍 現在還打算是不是要到墨西哥來設廠 它的用意就在於說 因為美國提高了中國大陸出口的一個關稅 所以如果說在墨西哥這邊設廠的話 就可以繞過這個25%的高額關稅 這樣子就在每家市場可能更有競爭力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預估值 這2023年預估未來全球汽車的一個擴展驅動力跟趨勢 現在看起來2022年全球電動車的銷量已經創下歷史新高 已經到了710萬輛 預估2023年將會增長到860萬輛 那中國大陸當然是在這個電動車趨勢裡面 現在目前是占到這個數一數二的地位 所以看起來直接威脅到了日本跟德國了 那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亮哥 其實這個GPU晶片的突破 我認為美國不是限制英偉達不能賣A800跟H800 你這個限制的結果 我看中國大陸搞不好一兩年內就追上 就是H800 A800它就做出來了 因為你這裡就已經看到 這個比A100快3000倍人家就做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兩岸華人是一樣聰明的 台灣做得出來大陸怎麼會做不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美國你自己要去限制 你的企業賺這種錢 那你就是逼中國做得更快而已 事實上中美之間的互動 我講白了 事實上氣候變遷 謝振華去見Carrie 我認為這個是習近平對紐森 見面之後的一個善意的進一步行動 所以這個不是針對拜登 因為加州未來的合作就是氣候變化 所以而且習近平當場就對紐森表達善意 就直接講到新人員跟氣候變化 這兩個議題 甚至我認為未來有關分泰尼的反毒合作 也會是在加州 我覺得那個大概定個調了 就是說你聯邦政府很難纏 那我就跟州政府來互動 只要沒有違規 美國有那麼多州政府 事實上除了軍事 政治 還有相關法律的科技制裁之外 州政府有相當的自主權 所以這個不能夠理解為 是中美之間的解凍 中美之間我認為到現在為止 還是困難重重 事實上中華大陸已經釋出一個善意了 就是他不再糾纏在李家超的議題 他已經讓財政部長去出席APP了 對不對 你接下來就要輪到 美國要出牌了吧 可是我們最近看到的訊息都 都沒有看到美國出牌 比如說你說農業團體要來 這個並不是釋出善意 他是希望中國多買一點玉米跟大豆 那葉倫又想見 因為你美債不能再賣了 都是這一種 那你 事實上王毅跟你提出兩個議題 美國並沒有回應 第一個就是說 你科技制裁可不可以少一點 美國沒有回應 那第二個是就是台灣問題 美國如果持續只講不支持台獨 我認為中國大陸不會認為 這個是讓步 因為美國本來就這樣主張 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獨 對不對 這個我覺得並沒有 並沒有超乎原來的設想 更何況現在還有一個變數 我們真的不知道 因為馬來西亞安華 最近正在醞釀提議 說尾巴戰爭如果進一步惡化 亞洲的穆斯林國家都不要參加APP 這個就會包括馬來西亞印尼跟文萊 而且安華直接表示 他想邀請中國大陸想印 他還沒有做動作 因為他也不想讓中國大陸有難處 所以這個取決於什麼 取決於未來兩個禮拜 加薩戰爭會不會惡化 會不會有更驚人的事情爆發 比如說剛剛賴老師講 他真的進入加薩市 然後造成了極大的災難 你在這種氛圍下 穆斯林國家敢去嗎 你敢跟拜登合照嗎 我是覺得這裡恐怕都是變數 好 來 文萊老師 葉倫說他沒有要尋求跟中國大陸 要脫鉤 他們換了一個名詞 叫做去風險化 其實這個是掛養頭麥格尼 其實一樣的 所以葉倫的講話 我覺得聽聽就好 因為事實上美國在科技方面 跟中國脫鉤的行動 沒有停止過 不管你的光刻機不准賣 不管你的灰達的 AI的都不准賣 然後對於中國大陸的企業的限制 又增加了 昨天又宣布 所以一直不停的增加 然後一直不停的限制 然後一直不停的禁止 然後一直不停的拉其他的國家 包括日本在內 要對於中國大陸要限制限制 再限制 所以嘴巴講的是說 我們也要脫鉤 我們也要你東盟的國家 你們的APEC的成員選邊站 但事實上他的行為 就是要你選邊站 例如說台灣敢選大陸那邊嗎 或是台灣敢說 你美國說沒有要脫鉤 你沒有要脫鉤 那我台積電 我想賣什麼就賣什麼 你敢嗎 你不敢的 你還是選邊的 你三星敢嗎 你日本敢嗎 都不敢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美國的官員說了 你聽聽就好 他永遠就是說一套 他做另外一套 有關於您提到的 加州的聯邦的檢察官 我懷疑他是要選州長的 那很明顯的 以目前加州的州長 到中國大陸的七天的訪問 是成功的 因為整個輿論的焦點 媒體的焦點都在他身上 而且他確實已經散發出 這些有巨大政治潛力的 有魅力的民主黨的候選人 的這種身段 你看他到小學去 然後跟北京的這些 精英小學的學生 談到科學化的 栽培農業的問題 然後跟孩子們打球 連他的夫人都一起打球等等 他的這個動作姿態 做的是把中美 中國跟加州的關係拉得更近 這個對於加州來說 這麼多華人 而且是在經濟力上 具有影響力的華人 還有在矽谷裡面 有多少是華人的背景的企業 我覺得他是很成功的一個訪問 我覺得馬斯克講了一個大實話 蘇拉克也講了實話 但是馬斯克講的話更中肯 因為蘇拉克他面臨他黨內的 極右翼的人 像特拉斯的批判跟攻擊 說你為什麼可以邀請中國來 蘇拉克也承受了這個黨內的壓力 他就藉這個機會 就客串一下主持人 有人說我到底該不該請中國 我請中國是對還是不對 馬斯克的回答就是說 沒有中國參與的AI就沒有意義了 這句話是大實話 因為他自己講得很明白 他說中美兩國是全世界的AI 最領先的 你英國其實排在第三 但是調前面兩個車隊調得很遠 所以我覺得AI這個部分 沒有中國參與 你要制定安全化是鬼話 什麼都做不通 最後電動車 我覺得電動車是一個未來 像我的車也老了 我已經在思考要換車的問題 我們糾結的就是要換電動車 還是不要電動車 坦白說以台灣現在剝削 我選擇的權利我就乾脆不想 因為我不想只買 只有一個特斯拉可以選擇 台灣買不到比亞迪 我排放買不到比亞迪 而且我在武漢的時候 有試乘過比亞迪 好啊 這種 但是買進來台灣充電也不容易 我想買 台灣的整體環境建置沒有大力 我們換新車基本上會朝 電動車的角度來看 不過生態系不一樣 對 生態系不一樣 我剛剛看到一個名詞就是 光電運算晶片 我很好奇 大家記不記得以前 柯達有一個軟片 軟片相機攝影 你都要花錢去買 後來一下子跳到數位 有沒有發現 柯達整個公司就垮掉了 就當這個東西告訴我們說 當你一個技術 一有天你換一個媒介的時候 原來那個東西完全都可能用不到了 我一直就在看晶片 晶片 晶片 晶片相機兩奈米對不對 再未來再一奈米 再下去了 它到了一個極限 這時候你要怎麼突破 你要知道 你要翻天覆地用一個新的方法 新的媒介 我最近在看 其實中國大陸一直在做這方面的事 光電運算晶片 什麼量子計算機 有一天他們在這裡獲得突破 它就已經完全跳脫了過去那種用 邏輯夾and or not的這種硬體 一個一個慢慢堆疊出來的 它可能運算方式也跟以前完全不一樣 以前就是一道一道一道 量子計算機就是一大堆進來取樣 然後它用的就是 這裡所說的光電運算晶片 你有沒有看光電運算晶片 第一個速度快好多 比那個傳統的速度快好多 第二個耗能減少好多 現在有沒有很成功 我覺得還沒有 他們還在這麼嘗試 總有一天 就像當初的膠片 跳到那個數位一樣 總有一天我們這個叫做晶片 也從傳統這個東西 跳到一個嶄新的領域